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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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工程标准委员会以国家权威标准为依据 对英国铁轨进行合格认证并授予风筝标志 从而开创了国家质量认证制度的先河 作为工业化时代质量管理最有效的一种手段 认证认证认可 认证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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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被世界各国纷纷采用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进程 中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符合自身国情具有自身特色的认证认可制度 2003年9月 国务院颁布并实施认证认可条例 规定国家实行统一的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制度 由此确立了一种科学的统一的认证认可制度 认证认可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对质量管理的一项制度 它认证的话 主要是针对企业的产品 服务 管理体系 它是否满足标准的要求 由具备能力的独立的第三方的机构 来对它进行评价的一项证明性的活动 认可的话 是对从事这些评价活动的认证机构 检测机构 以及相关的机构 是否具备这方面的能力 来对它进行一种证明性的活动 在国际贸易当中 它用来减少贸易技术壁垒 促进国际贸易的便利化 那么认证认可的国际忽认 它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就是一张证书 全球通行 作为国民经济的大动脉 中国铁路的发展始终与认证认可制度密不可分 并得益于这种制度所提供的质量安全保障 在中国铁路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无论是日新月异的铁路技术 严酷多样的施工环境 还是复杂庞大的铁路运行系统 以及势猛崛起的铁路产业 都是铁路的质量安全技术保障能力 面对严峻挑战 从在高原动土地带建成青藏铁路 到实现中国铁路连续六次实现大提速 工程技术人员攻克了一系列 关键性的质量安全保障技术难题 奠定了检验检测技术的实力 青藏铁路这一块 有三大世界性的技术难题 一个是多年动土 一个是高寒缺氧 还有一个是生态脆弱 所以在建设的过程中间 我们采用了很多新的技术 新的结构和新的方法 来适应我们这种恶劣的环境 所以在这里边 当时就提出来很多新的试验方法 和试验手段 所以也对认证认可这一块 也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比如说我们在抗动容这一块 我们在普通的这种平原地区 一年只是一次动容 就是一动一容 到青藏铁路这一块 它一年每天都有动容 所以我们在动容的次数上来说 实际上是成极数的增长 我们在下边做动容几十次 到上面就得三百次五百次 所以这种对我们实验的手段 实验的方法 还有这种检验的标准 都有新的要求 所以可以这么说 就通过青藏铁路的建设 我们在高原铁路这一块 实际上是在实验检验的方法上 还有技术体系上是一个创新 所以从认证这一块来说 也是一个新的一个平台 深入施工现场进行检测 是中铁检验认证中心工作人员的 日常工作之一 江西丰城香凉场 是正在建设的 昌干县最大的预制梁市 今天在这里进行的是 桥梁的静在实验 静在实验 是检验桥梁是否能满足 列车运营安全的实验 它主要考核的是 桥梁的刚度和承载能力 如果要是刚度不好 那么就是说我们列车在运营的时候 它的这个变形就比较大 这个时候呢 我们旅客的这个舒适度上就会很差 两个承载能力不满足要求 这个时候呢 列车运营的时候 在两体的这个下颜元 就有可能产生列本 长时间呢 然后在这个列车合在作用下呢 时间长了 这个两体开裂越来越严重 两体就会就会垮掉 那中国的那个高速铁路呢 那个到2015年 整的那个高速铁路的里程 已经将近两万公里 营运线路 整个的铁路营运线路是超过12万公里 那么这个高铁的两万公里 将近两万公里呢 是以50%以上都是桥梁 这个以桥带路这个技术 在中国高铁里头已经进行广泛应用 中国高铁在近几年走出国内 走向了世界舞台 短短的几年内 就跻身高铁建设强国 深受国外客户欢迎 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 让我们在国外声名雀起呢 其实除了价格优势以外 桥梁技术是我们强有力的竞争优势之一 那么中国高铁的这个桥梁呢 主要采用预制技术 预制技术呢 它具有这个标准化系列化的这个优点 那么呢 它可以以高速度高品质的这个预制梁 来加快高速铁路的这个建设工期 大家都知道国外要建一条高速铁路 大概要花这五到十年 但中国的高铁因为采用了这种预制梁的技术 我们只需要三到五年 那么目前中国的那个高铁的桥梁预制技术呢 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甚至部分已经超过了世界的领先水平 这种外形如同箱子一样的梁体 称为箱梁 是建造高速铁路桥梁最主要的部件 重达九百吨的箱梁完成预制后 通过大型机械设备架设在桥墩上 从而形成一道平整顺滑的连续梁 用预制的箱梁组构成桥梁 不但有利于高速铁路控制路基地质沉降 而且加快了建设工期 同时也节约了耕地 正是这种以桥带路的技术 让中国高铁建设的国际市场中 抢占先机 而这种技术的成熟 检验检测人员功不可没 在生产学生审查这方面 铁建总的质检中心 对我们中间自由公司 给予了巨大的帮助 对于我们正常体积的正常运转 技术队伍的培养和产业正常体操 起了巨大的推动作业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是中国铁路行业唯一的 多学科多专业的综合性研究机构 这里集中了堪称世界最完善的 铁路检测检验技术设施 可以检测小到仪器零件 大到机车整车的设备设施 这是钢轨焊接点的疲劳实验 测试焊接点的耐磨力 看上去机械而简单的实验 在高铁建设中却意义重大 因为高铁钢轨的焊接和普通铁路 有着不一样的方式 目前我国新修线路 大多采用无缝线路 无缝线路是将钢轨 通过焊接的方式连接起来 通常是将100米长的钢轨 在焊轨基地用固定式闪光焊机 焊接成500米长的钢轨 再将500米长的钢轨 运到线路上 通过移动式闪光焊机焊接起来 普通列车在运行时 车轮和钢轨之间的摩擦 都会发出有节奏的撞击声 而无缝焊接的钢轨 是高铁列车运行的更为平重 最明显的标志就是 高铁在行驶时不再伴有这种 我们熟悉的声音 使乘坐更加舒适 高速铁路一般是电气化铁路 列车获取电能的唯一途径就是 车顶上升起的受电弓 由它把接触网上的高压交流电 引入列车 这就是高速铁路 一个重要而特殊的技术关系 公网关系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的 公网关系实验室 是世界上唯一能够模拟时速 500公里以上运行环境的 检测实验室 所有的新研制 新研发出来的产品 还没有上车之前 我们都要到这些实验室 先做它的全项的行驶实验 然后通过行驶实验以后 然后我们才能装在铁路上应用 说的简单的一句话 就是所有的几乎上铁路的 在铁路上应用的 每一个部件都需要通过我们 中铁检任务中心的检测 或者重要部件需要做认证 这就是金户高铁全线要铺设的 无闸轨道板 每块板有6米半长 2米半宽 重8.6吨 相当于10块枕木连成一起 无闸轨道板 就是用高强度混凝土 胶筑而成的一块块倒床板 它没有倒闸 没有枕木 钢轨就铺设在这一块块水泥板上 无闸轨道刚度均匀 稳定性高 耐久性强 对高速铁路来说是一种适宜的轨道结构 连接北京与上海的高速铁路 设计时速350公里 是中国国内建造标准最高的高速铁路 在1318公里长的线路上 总共铺设了42万多块无闸轨道板 如此巨量的轨道板 有着对于精度的严苛要求 轨道板打磨 由大型的竖控磨床进行 打磨精度能精确到0.01毫米 不到一根头发丝粗迹 尽管如此 无闸轨道板的铺设 仍然是对精度的挑战 像轨道板与轨道板之间的平顺度误差 就不能超过0.3毫米 相当于一张纸的厚度 这就是中国高铁的纪律 一项用毫米级的精度构筑起来的尖端工程 检测检验技术充分应用于如此高精度的工程之中 确保了中国高铁的建设质量和安全标准 2010年12月3日 在金户高铁藻庄至蹦步段 等列车跑出486.1公里的时速 中国人创造了世界铁路试运行的速度记录 在一个缔造奇迹成就梦想的时代 认证认可 肩负着推动中国高铁创新发展的光荣使命 截至目前 中国拥有铁路相关检验检测实验室247家 从事铁路产品及体系认证机构142家 累计发放认证证书12000读账 从高速铁路的设计建造到运营 中国都拥有完备的技术体系和丰富经验 为助力中国高铁走向试近 国家任监委与中国铁路总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以共同推动铁路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制度创新 共同开创国际铁路检验检测认证认可合作的新局面 我们国家的一些铁路相关的检验检测机构 他们还跟像德国、澳大利亚相关的检验检测机构的开展合作 来进行相关的检验检测 结果的相互承认 来为我们中国的企业生产的高铁 或者其他铁路产品走出去 来提供能力信任的支持 我们的认证证书检测报告 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以及帮助我们国家的产品和企业 获得对方国家的市场的准入 应该是有积极的帮助作用 2016年8月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合作成建的亚万高铁项目 获得全部线路建设许可证 使得这条广受关注的高速铁路步入正式建造阶段 亚万高铁 连接燕尼首都雅加达和其国内第四大城市万龙 两地相距150多公里 驾车需要将近四个小时 现有的火车也需要四个小时 亚万高铁设计运行时速为250至300公里 建成通车以后 两地之间的旅行时间将缩短为40分钟 亚万高铁的建设不但采用中国技术中国装备 还将采用中国标准 这意味着 以完善的认证认可制度作为充分保障的中国高速铁路技术标准 已经走出国门 随着中国高铁技术的发展 我们形成了我们自己有特色的 中国特色的技术体系和标准体系 那么我们的技术体系和标准体系 中国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兼容性非常好 随着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实施 中国高铁为沿线国家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提供了合作共赢的最佳选择 目前 中国铁路的技术装备已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并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开互利合作 认证认可制度 不但为中国铁路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安全质量保障和技术创新支持 而且促进了中国铁路技术体系的完善 从而形成中国铁路的技术标准 在经济和贸易全球化一体化时代 中国认证认可机构 正深入展开与国际相关组织的合作对积 推荐认证技术能力的国际互认 为中国高铁走出去提供现任支持 那么我们的检测检验结果 目前应该说我们有几千个标准 都是获得了ISO17025的一个认可 所以我们的检测报告 有很多国家都能直接采信我们的结果 不用再做第二次重复检验 为推动认证认可在全球广泛开展 增进国际合作互认 国际认可论坛和国际实验室认可合作组织 将每年的6月9日确定为世界认可日 2016年6月9日 在第九个世界认可日来临之际 中国推出了认证认可通行世界的主题 目前 中国是世界上开展认证认可活动最广泛的国家 以全面加入世界上所有的认证认可 与检验检测多边互认体系 证书结果通行与世界上95%以上的经济体 伴随着中国在国际认证认可标准和规则制定中 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包括高速铁路在内 认证认可正在为中国优势产业和装备 进入国际市场提供贸易便利化的制度安排 按照国家认监委的统一部署 将来根据中国高铁走出去的特别需要 就是到哪个国家的国别需要 我们可以跟专门的国家相关的机构 开展双边的点对点的特别的双边合作 认证认可 这个国际通行的质量管理手段和贸易便利化工具 正在发挥起传递信任的独特作用 让国内国际市场互联互通 让中国高铁更加值得信赖 让更多的中国制造走向世界 干旱酷热严简荒漠 生命超强排第一 生根居然穿透干土层 科学家皆是所说生命奥秘 植物的智慧 生根 进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